观众朋友欢迎您回到娱乐漫谈 向您介绍我们这位嘉宾 他是范语集团的财务规划总监 Joseph Lee Joseph你好 你好 Joseph我们在电台的空中见过面 今天是我们第一次在旧金山的KTSF 介绍您跟我们这边的朋友见面 Joseph我知道您已经从事在财经方面多年了 今天我们要讲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 人人都希望自己退休以后有一个Pension Plan 但是现在公司里面能够提供Pension的实在是不多 那么也是因为现在基于这种时局 很多公司想要留住好的人才 他们就请你们帮助来替他们设计一个公司的Pension Plan 这个怎么做呢 是的 主要呢我先稍微讲一下Pension Plan 对公司还有对员工的什么好处 你刚刚提到了 当然对员工就是他退休的时候 这么就会有一个提供了一个退休的income 可以补贴他的Social Security 因为Social Security 现在平均才1400块一个月 太少了 那么对公司来讲的话呢 就是政府给他很好的一个奖励 第一个就是如果是公司帮员工设这种Plan 不管是哪一种 那么所有放进去的钱都是Taxing Down 也就当年他的钱都不用付税 譬如公司今年我的付掉所有的开销 包括薪水包括房租 所有的东西还剩下20万 我这20万可能我联邦跟周税要付10万块的税 那么我把这20万放在Pension Plan里面的话 那里面全部的钱20万都不用付税 那就可能就减掉了差不多10万块的税 这是第一个马上最好的好处 那么第二个好处就是 你所有放进去的钱 在那个放在Pension Plan里面 如果公司被人家告 告输了要赔钱 或者员工在那个Pension Plan里面的participant 被人家告 告输了要赔钱 这里面的钱都是protected from creditor 都不会碰到 有这种好处 也就是说因为你告公司 公司说这些钱 已经不是我的公司的钱了 是我已经放在Pension Plan里面了 你告员工 员工告诉了 员工说这是我Future Benefit 是我退休的这种钱 你现在告我这个钱放不到 所以这两个就是 马上就对公司和员工都有好处的 两个最好的优惠 好Joseph 那么放到这个Pension Account里面的钱 对于所有的employee来讲是可以discriminate 还是不可以discriminate的呢 原则上是不行 也就是说你今天放进去的钱 你是所有的人只要是帮你上班 在一年中间超过一千个小时 第二个就是大于21岁超过一千个小时 都要include 那么当然老板也可以加入 老板只要拿薪水 他就是也是员工 所以有很多时候 我们老板加入的话 他放进的钱 他可以放很多 另外我们刚刚说不能discriminate 但是我们常常开玩笑说 你可以legally discriminate 怎么说 我们可以设一个叫combo plan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把high pay 或者是我们比较薪水高的 我们放在一个defined benefit plan 比较defined benefit plan 就是年纪大的人 薪水高的人可以contribute很多 另外的其他员工放在一个41K 然后呢我们的精算师 会帮他做个comparable test every year approve我们去送到IIS 证明我们虽然这样做 但是没有discriminate 所以呢这是一个比较复杂 但是我们常常帮很多客人 很多客人不知道 其实我们可以legally 不叫discriminate 就是我们可以legally benefit high pay的employee 年纪大的employee 那么一个公司原来原则上讲 如果一个小公司十几个员工 老板他的一般都是年龄比较大 薪水比较高 是 如果这个员工他离职了 那这笔钱是跟着他走 还是留在公司呢 当然这个plan 看plan 有的plan他说 他让你可以留在里面 当然现在一般的公司说 我希望你离开就拿走 那么拿走的话呢 这个员工可以带到他 新的公司的painment plan 但是新的公司如果没有painment plan 他就会自己开一个IIA 在银行或者是证券公司 然后转进去 还是不用付税的 可以一直延下去 那么当然第三个就是说 他可以拿出来报税 OK 好 那Joseph 在做这种painment plan的时候 像范宇集团在这个整个的 这种product里面 你们的产生的角色 是有什么作用呢 是我们首先做这种plan 所有这种plan 我们都需要用个叫做 TPA Third Party Administrator 那么我们就会介绍 Third Party Administrator 帮客人设plan 然后每年要去计算 然后同时就是要帮他fileIIS 我们的工作 我们因为你要知道pension plan 这个里面的钱 IIS还有department label 他们watch非常close 因为为什么 中间他认为有他的钱 因为还没付税 所以他有很多规则 不是任何的投资都可以 我们因为像我在这一行 做了40年做pension plan 所以我特别知道 我们特别知道 哪些的投资是suitable 哪些不是不suitable 因为你投资的不对 如果你被audit 你是整个plan要被 determinant 还要被罚钱 还有这种投资对和不对的 suitability也是play一个 很重要的role 那么政府对于一个公司 他成立了pension plan 对他有哪一些嘉奖的benefit呢 是如果是你设立了一个plan 那么政府他是从500块 到5000块一年的退税 看你里面的员工的人数 最高他可以一年退 政府帮你公司退5000块一年 退三年 所以一共15000块 这是很好的一个退税 对公司的奖励 OK退税 那政府当然是希望民间 尤其是公司可以自己create一个pension 但是这个并不能阻止individual 他自己在设置自己的IRA 自己的401K等等 因为一切都是为了退休 能够有一个富足的生活 来为着想 这个是第一要素对吧 是的 好 Joseph 那您在范语集团里面担纲了这么久 那您的经验也是可圈可点的 现在朋友们 现在在荧光屏上都可以看到 要联络到范语集团的这些电话号码 Joseph 我们今天的时间已经到了 非常感谢您 欢迎您下次再来上我们的节目 谢谢 谢谢你 好 观众朋友 我们今天的节目倒是结束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礼拜同一时间再会 晚安 拜拜 by bwd6